接下來我們開始做題目 第一 周阿秋做實驗 等到這個關係 請問你掛兩個砝碼的時候彈簧伸長量是多少 我們就看到了 掛五個砝碼的時候伸長20 不是30也不是10 原來10公分 後來30公分 所以伸長30-10伸長20公分 所以五個砝碼會伸長20公分 所以一個砝碼會伸長4公分 那現在掛兩個砝碼多少 就8公分 所以我們答案就選豬就好 我講過我很少會用公式去算 都是用想一想比一比的結果出來 但這裡有一件事要注意 要注意 用公式算這樣算 五個砝碼30-10 X1-X0 上面2X就伸長就不用換 然後那就算出來 就是8公分 那剛剛講過我現在是要注意 我們到底給的或要求的是全長還是原長還是深長 這個題目裡面 圖上面顯示的是全部的長度 最後問的是深長多少 那可能題目給的是深長多少 最後問的是全長多少 所以你要看清楚題目給的是什麼 有人算了半天 好不容易算出來深長五公分 就以為答案是五公分 不對 人家問的是全部幾公分 所以要注意這件事情 OK 要注意題目的條件跟所求 是全長還是深長 是形變量還是全部的量 OK 下一題 安勝哥做這個實驗 然後這裡也給的是彈簧長度 是全長 請問你掛三個的時候是多少 掛三個的時候是多少 帥哥 美女 15號 沒有15號 我們就換一位 換一位叫做14號 多少 多少 B 請坐 五個的時候深長25 30減5 25 一個就深長5公分 一個深長5公分 三個深長15公分 所以答案選B 就是練習01 可以嗎 OK 接著練習02 油腰圖受力之後 長度跟外力關係圖 啪啪啪啪啪 然後呢 請問你掛上多少 如果我多了五公分 這什麼意思 形變五公分 題目給什麼 給的是全長喔 所以請問你多少 幾顆重 帥哥 剛才是美女 現在要換帥哥 貴班有35號嗎 小阿穆 那個廠商的店對不對 喜利 你做的跟站得一樣高喔 站起來 你做的跟站得一樣高喔 多少 你說什麼 你說什麼 C 您做 八克重深長八公分 十八減十 所以一克重深長一公分 那現在深長五公分呢 就五克重 所以答案C 所以答案C OK 這就是練習02 然後練習03 五克定律實驗 原長十公分 88888 實驗結果 掛七克重 彈簧多少 這是給表格 如果給表格 如果給表格 就有一個我以前 叫做方法 叫做什麼 為他搭齊 友誼的橋樑 可以這樣做 沒有關係 或者你又看看 想想也是要答案多少 多少 這個應該多少 這個應該多少 現在 從頭開始 帥哥美女都可以 27 為什麼不見了 多少 B B 我們說為他搭齊友誼的橋樑 每增加兩克重增加四公分 兩克重四公分 三克重六公分 搭齊友誼的橋樑 現在呢 七克重 多兩 所以多多少 多四 所以答案 全長二十四 所以呢 全長二十四公分 所以答案選B 就是 我們的練習03 練習04 測量 何者正確 有些 有些 是要算 有些 不用算 像豬 或者C 可能要算 可是像A跟B 是不用算 反正四選一 單選題 如果不用算 答案是對的 就選他就好 就不用去算 如果他都不對 就要去算一下 就要去算一下 OK 剛才是帥哥對不對 所以現在換美女 有美女嗎 有 一號 一號 你答案多少 二 B 請坐 你答案選B 從裡面可以知道 每增加兩克重會 升長一公分 所以全長是八公分 看得出來嗎 搭起有一座橋樑 增加二 增加一 減少二 減少一 所以原長八公分 那麼 外力是零的時候 就是所謂的 原長 所以不是零 所以他不會過原點 不會過原點 然後呢 會 升長量跟外力會成正比 所以呢 五克重的時候呢 就要升長2.5公分 所以全長是10.5公分 所以呢 C是不對的 所以只有豬是對的 所以我們答案選豬 只有是練習零四 練習零四 可以嗎 可以